重生仙凡 在遥远而神秘的修真界中 有一位仙街炼丹师名叫柳青云 他生前是一位富有天赋的炼丹天才 但却遭遇了一位剑仙的强大对手 三百年的宿命仇敌 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 两人同归于尽 然而 当柳青云再度睁开眼睛时 却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自己的十六岁 此时的他尚未开始修炼 一切仙凡之力都尚未觉醒 而他的死队友那位剑仙 也以他不敢相信的方式重生了 坐在他身边同桌而坐 柳青云看着剑仙 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他们在前世是水火不容的敌对者 而今却在这里成为了同学 同桌 这是宿命的捉弄 还是上天的玩笑 剑仙冷冷的笑着 看着柳青云 柳青云 我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再次相遇 但这一次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柳青云感受到他的敌意 心中却充满了坚定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让命运左右自己 这一次他要以全新的方式面对这位剑仙 在学习修炼的过程中 柳青云发现他的体内潜藏着惊人的丹恋天赋 他的手中握有灵丹的秘密 能够制作出能够让人突破修炼瓶颈的仙丹 有了这些灵丹 柳青云的修炼之路变得如虎天意 柳青云开始尝试制作养颜丹 续元丹 醒神丹等各种灵丹 他将自己的炼丹天赋发挥到极致 他的努力和坚持让他在修真界的世人中逐渐传开了名声 然而 剑仙并未坐以待毙 他同样投入了修真的修炼之中 寻找属于自己的力量 柳青云和剑仙的成长过程充满了竞争和对抗 他们在修真界中逐渐展露头角 成为众仙注目的焦点 柳青云和剑仙的命运再度交错 他们展开了一场新的对决 然而 这一次 柳青云并不是无助的少女 而是一位仙接恋丹师 他手握灵丹 拥有强大的力量 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 柳青云运用自己的炼丹技巧 制作出了一颗超越仙凡的丹药 让他的实力暴涨 他成功地击败了剑仙 成为了修真界的一位传说 然而 柳青云并未因此而骄傲自满 他知道 修真之路还有着无尽的可能 他将继续努力修行 追求更高的境界 而剑仙 在失败中也有所领悟 他决定重新踏上修真之路 迎接更大的挑战 故事最终回到柳青云和剑仙 同桌而坐的场景 但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是敌对的对手 他们互相尊重 共同进步 成为了修真界中的佼佼者 柳青云深深地体会到 不是逃避宿命 而是勇敢地面对 才能真正改变命运 在灵丹的世界中 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也收获了无尽的力量 柳青云和剑仙一同走向仙凡之巅 成就了一场关于勇气 坚持和奋斗的传奇 而是勇敢地银河和剑仙一同走向仙凡之巅